我們今天要跟我一起拍影片嗎 嗯? 嗯? 要不然你在後面好了 如果你不覺得很亮的話 好不好 這邊給你拍 嗨 大家好 我是Enver 我今天算是有一點點半素顏的狀況 因為我現在只畫了眉毛跟差了護唇膏 因為我最近就是這隻眼睛在發炎 我原本還想要繼續拍就是那種彩妝教學系列的 但是我的眼睛狀況不允許 然後最多人有問題的也是眼妝的部分 就是各種眼影怎麼暈啊 眉毛怎麼畫啊 然後那個眼線怎麼畫之類的 所以因為眼睛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拍這樣的教學影片 所以我今天呢打算先來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近期就是 今年的春季我愛用的東西 我要先跟你們說 我拿出來的東西呢 有一部分是真的我覺得很好用 我愛用的 那有另外一部分是我會用的 就是我覺得它不雷 雖然它也沒有什麼特別 讓你在經驗的地方 可是它不雷用起來還OK 所以我還會繼續用的東西這樣子 那至於我到底是真的很喜歡 還是我覺得用起來還OK 我都會很老實的跟你們說 對 我最近對自己的素顏 稍微比較有自信一點點 是因為我的斑變淡了 然後會有讓我斑變淡的東西就是 等等這個 它是OLED的蛋斑精華 這一瓶 有在幫助保養的人應該加緊會知道 那其實我買之前我也不確定它的功效好不好 我只是想說 買來試試看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最近的保養也沒有 改變太多東西 所以我很肯定我的斑變淡是因為它這樣子 它我用的差不多 多久啊 應該是有一個多月吧 然後我是很明顯的感覺到自己的斑有變淡 它沒有消失 但是跟我之前的斑的狀況來比 它是真的淡蠻多的 它沒有厲害到就是 我斑完全消失 一個月斑就不見這樣子 可是淡了很多 就是如果我是上一般的淡妝的話 基本上我的斑就是看起來不太明顯 就是這一支的功勞 我最近是真的有在用 然後它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 比較像 尤其是它是精華的衣服 所以它比較像乳液 對就是白白的乳液狀這樣子 然後推開來 也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基本上你用這個取代乳液 我覺得是夠的 就是它的保濕度也蠻 也算蠻好的吧 對 所以就是我最近呢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回暖 所以我最近的話 然後化妝水完之後再用這一個 我可能就會去睡覺 然後皮膚狀況也都蠻穩定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它的保濕度是 真的還不錯 只是擦完之後可能會有 一點點黏 黏黏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質地 基本上還算清爽 所以我個人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就比較有趣了 因為我之前就講過 然後它是一瓶防曬 然後我之前買這一瓶是為了要就是 調整色差 就是可能拿來擦脖子擦手 然後我最近開始拿來擦臉 其實在這之前 我還有一瓶防曬 我也很喜歡 它是曼修雷敦的那個 水潤感的那個薰衣草 你們應該知道吧 那件很漂亮的那個薰衣草防曬 那個我很喜歡 可是我一開始拿來擦臉的時候 我會長痘痘 所以後來我就拿去擦身體 那這一瓶的立場是對調的 我從一開始買它 就只是想拿來擦身體 可是我後來拿回來擦臉 你會發現我擦這瓶不會長痘痘欸 而且它感覺也是很輕爽 然後這牌子你們看到又要翻白眼 就是這個 美咖的美白身體防曬乳 對 因為現在就是 你去人中的地方都要戴口罩嘛 所以大部分就是可能就是擦像類似這種 就是稍微可以體量膚色的防曬霜 或者是晚上出去拿你就是素顏霜 那當然不是說擦這種東西 就不會脫妝 而是至少口罩看起來不會這麼噁心 這樣子 因為它是白色的 然後我最近就突然一下天看拿它擦臉 然後我發現 它擦到臉上是不會油很水潤的感覺 然後它的提亮效果也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說它完全沒有讓我 害我長痘痘 我用麥犀的也都會長痘痘 可是我用這瓶不會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提亮的效果算 對我來說算還蠻自然的 就是稍微可以 提亮你的膚色這樣子 就是它擦上去之後很快就可以吸收 然後一樣沒有什麼油膩感 然後就是可以 稍微讓你的膚色看比較 比較亮一點點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最近呢 突然想到拿它來擦臉之後 我發現我好像還蠻喜歡的 好接下來是一瓶有點大罐的 這個是媒體小鋪的 算是身體去角質的 磨砂膏 對 這樣這樣 它已經被我用到剩不多了 那這個是其實是我朋友送我的 它在那個艾爾蘭市媒體小鋪的店員這樣子 然後它送了我這一罐 我個人蠻喜歡它的一點是 它是物理性的去角質的高這樣子 就是它很明顯是顆粒感 粗粗的就是你可以拿去塗在你比較粗糙的地方 雖然說它是物理性的去角質 但是我覺得它用起來 對我來說 就是我用起來也不會 就是太過於刺激 或者是覺得 因為有些去角質的東西 它如果顆粒太粗糙的話 你會覺得刺刺的 然後它雖然顆粒還蠻明顯 可是我用在身上的時候 並不會覺得特別不舒服 然後它最棒的一點就是 你用完這個去角質再沖掉 它基本上是 雖然說它很稠 可是它一遇到水就會整個溶解 就是它就會自動溶解 然後很容易沖掉 然後用完這個之後啊 那感覺就很像是 你全身上它都塗了很滋潤的乳液一樣 就是它用完沖掉之後 你的皮膚不會很乾燥 是很滋潤的 它有一種二合一的感覺吧 就是你 它可以就是達到去角質的效果 但是同時又可以給你很足夠的保濕感 對 那這個東西我夏天是比較不愛用 我冬天比較愛用 是因為它的滋潤性有一點點太強 夏天我在用的時候會覺得很膩 所以我冬天的時候用比較兇這樣子 所以媒體小鋪的這個 身體磨砂膏 它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最近呢 還是持續的愛用這個 就是Week Make家的這個遮瑕膏 對 我之前就有提過我很喜歡這個 然後我用來用去發現我還是最 最愛這個東西 所以它這次又出現了 你看我多喜歡它 我用的這個是23號應該算自然色 嗯 它的優點就是 它融入底座速度很快 然後遮瑕度夠高 你 就是你上完粉底再用這個去拍的時候 它很快就可以拍勻 然後遮瑕度也很夠 它不會因為你去拍了之後 就遮瑕度突然降低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是 非常好用 所以我個人到現在還是 覺得 我覺得我就是我心目中開價 我覺得最好用的遮瑕膏還是 還是這一支 好 然後接下來是一支睫毛膏 對 我之前做我2000塊全檢同品牌的時候 買的這一支 立A的睫毛膏 這支睫毛膏是我做2000元 全檢完妝的時候買的 然後這支睫毛膏真的是很好用 它就是 嗯 它後捲翹能力很好 然後 它濃密的效果也很好 然後它現場的效果也很好 它就是一支可以抵 濃密 就是一般 就是很多睫毛膏不是喜歡出那種密款 然後跟現場款嗎 它是有點這兩個合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捲翹力 捲翹 就是讓睫毛捲翹的能力也很好 就是 我擦這個我睫毛從來沒有因為 就是我擦太多成倒下來過 所以這支睫毛膏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已經 實際擦它出滿很多燙的吧 它從來沒有暈過 對 就是這支睫毛膏真的很好用 而且 這好像也不是 立A加的最新款 所以如果它再加上的話 通常都是 有特價 像我在買的那段時間就有特價 所以這支睫毛膏我認真覺得它很好用 真的超好用 我非常喜歡 就是愛用品 真的愛用品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是一支眼線筆 這個就是我從日本買回來的 這個AQUA的眼線筆 AQUA那個系列的產品 就是 我有用它做全年通品牌嗎 AQUA這個系列其實應該算是沒到我的 然後它裡面我覺得最好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眼線液筆 因為它畫出來的 線條很細 對 就是我之前就是示範畫眉毛的時候 我也是拿這支畫 因為它是真的可以 畫出很 你看很細 它是真的可以畫出很細的線條 所以我拿它來畫毛流的時候 真的一點 一點難度都沒有 就是難度 降低了很多 就是因為它可以畫出很細的線條 然後 因為它的顏色不是非常的黑 你們應該可以看見它不是非常的黑 那 其實不是非常黑的眼線液筆 拿來畫 眼線有的時候是不太討喜的 可是像這種不是非常黑 又可以畫出很細線條的眼線液筆 拿來畫眉毛就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如果最近是想要畫 就是那種未出現那種一條一條毛流感的 眉毛的話 這支眼線液筆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如果你用眼線液來評比的話 它可能不是 不是最 並沒有說說特別厲害還是怎麼樣 但是 用它來畫眉毛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好用這樣子 嗯 好那接下來一樣是立耶加的東西 對 我已經很久沒有買立耶加的東西 就這次買立耶加的兩個東西 我就覺得很好用 這個是立耶加的這個 雙頭的 眉筆 就長得很簡單 它本來就是沒有蓋子喔 因為它可以 轉出去又轉回來 所以它 基本上沒有附蓋子 我覺得是OK的啦 然後眉尾就是一個 小小的刷子這樣子 那這支眉筆它的 顯色地就是很適中 然後也不會就是太軟或者是太硬 它就是一個 蠻適中的眉筆吧 所以它拿來畫眉毛對我來說也是蠻 好操作的 然後它的顏色都挑的蠻自然的 像它也有黑髮可以用的顏色 然後像我手上這一支是 算深中色吧 我覺得 現在畫在我臉上跟我的黑髮 也算是還蠻協調的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是一顆單身眼影 這個是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很紅的這個Solony的 自主盤的眼影這樣子 然後它現在就是有這個塑膠殼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個色號是我近期還蠻喜歡的 一個色號是077 然後它就是我說的那種就是 單擦也很好看的眼影 我現在刷在手上給你們看 這是077號 它是一個有點骨銅筋的顏色 那像這種顏色就是我說的就是 它很適合拿來就是 單擦在眼睛上面也很好看的一個顏色 就是它可以加長深邃感 這個顏色尤其是健康皮膚的女生特別適合 對 它就是可以加強深邃感 但是同時又不會讓人家覺得你的妝很重 然後它的這一個 這種珠光型自帶反光的感覺 就是畫在眼鏡上面 它可以因為折射 所以讓你的眼皮看起來不會這麼平面 就是會比較立體這樣子 Solony的這個單色眼影的077 077色號呢 是我最近還蠻喜歡拿來單用的一個眼影 好那接下來呢 有一個修容對 這個是essence的雙色修容盤 對 它有兩個顏色 就是一個是淺色的 一個是深色的 然後它這一個修容盤 千萬不要拿來畫鼻影 你看它的顏色有點太暖 拿來畫鼻影你會後悔 你看它的顏色有點太暖 然後這個是淺色的 有些人會不知道這個淺色是要做什麼用的 其實你可以把這兩個顏色調合 就是看你要打的部位 或者是你想要畫出那個漸層感 你可以用這兩個顏色去做調整 就可以調整你的那個顏色的深淺度啦 所以它這個淺色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作用的 然後如果是它這個淺色的話 如果是皮膚比較白的女生 說不定也可以拿來當作是一個很自然的鼻影修容 但是因為我皮膚比較 膚色算比較深一點 雖然是比較中間色調 或者是騙自然色調一點點的女生的話 這顏色都來做太淺 不過它這兩個顏色是可以做調和的 然後我現在呢 因為它很暖 所以我不會拿來畫 它比較暖 我不會拿畫鼻影 但是我會拿來修這邊 因為我的臉頰這裡不算很胖 所以我就會拿來修在 就是脖子跟 脖子跟下巴的交界處這樣子 就是強調一下輪廓 我覺得它蠻好用的 然後它的粉質 也還OK 然後再來就是essence加的東西 你們都知道是便宜嘛 對 這個東西我個人是 還算 還算喜歡所以會用 但是真要說它非常好用的話 欸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喜歡 就是角色紐約的那個 雙色的修容 因為它一邊是打亮 一邊是修容 顏色調整高 好我比較喜歡 但是我最近確實還蠻常用 essence的這個雙色修容盤的 好呢 然後接下來呢是一個定妝蜜粉餅 對就是Catrice的這個 叫做什麼 羅肌柔物粉餅 這是001號 是透明色 對 它擦起來是 雖然看起來白白的 可是它擦起來的透明度還 還蠻高的 我把它推在這裡 有沒有 幾乎是 看不到顏色的 對那因為最近也是 戴口罩嘛 所以我就會比較偏向這種 透明度比較高 或者是 以白色為肌底稍微可以提亮 膚色的防曬 或者是素顏霜之類的東西 當作底妝 我覺得說我最近就還蠻愛用這個 透明度蠻高的蜜粉做定妝 然後 嗯 因為我的臉算是 比較偏混合肌嘛 就是兩家出油量比較少 我現在應該已經快 幾乎快要變油肌了 但是我兩家出油量還是 跟T字不會比起來還是比較少 用這個蜜粉呢 就是 比較有的地方 它確實是有定妝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說我用在眼下 還是兩家這種比較 稍微比較乾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它也不會讓我的臉 或者是眼下覺得很乾燥 然後 產生什麼細紋這樣子 然後因為它就是真的是透明的 所以像這種 現在這種比較需要戴口罩的時期呢 去很多的地方 記得要戴口罩 我覺得還蠻喜歡用這個做 定妝 就是搭配可能 嗯 稍微可以提亮膚色的防曬 或者是素顏霜之類的 就是 嗯 做一個定妝 我還是 皮膚還是算蠻會出油的吧 對 那 用它的這個蜜粉 定妝不代表你就不會透妝 因為油肌 我們像我們這種油肌 還是會出油 所以基本上還是會脫妝 只是說 算是吸體作用吧 就是你用這種 透比較偏透明色 或者是比較白的底 口罩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噁心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打亮的 我最近也蠻常用的 可是它的紋路看起來很清晰有沒有 因為我 用這塊的時候我都捨不得 它的 這一邊這個紋路啊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在用的時候我都捨不得露這裡 我都在露旁邊 對 這個是威廉威爾家的這個 光彩幻顏極光打亮粉餅 這個色號叫做香檳色的夢 對它就是一個香檳色的打亮 然後日常用起來我覺得也還蠻OK的 它這個顏色就是用在我的皮膚上 就是像我這種比較偏中色 就是中間色調 或者是夏天可能會再健開一點的膚色化 就是這個香檳色用在我們的臉上是 它不是那種很亮的顏色 它用在我們臉上就是還蠻 我覺得還蠻自然的 然後它顆粒也不會非常大 就是會特別顯毛孔這樣子 對 所以我平常還蠻喜歡用它的 不過我個人使用打亮的習慣是 就是我絕對不會把打亮 除了鼻子之外 我絕對不會把打亮上在 就是我覺得毛孔比較粗大的地方 那我把它上在比方說 臉頰上圈骨上端這裡啊 還是鼻子這裡還是下巴這裡的時候 它都不太會顯肌部問題 所以我其實日常的話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 就是稍微低調一點的打亮 它雖然不是我最喜歡的那塊打亮 但是卻是我最 最常想到要用的一塊打亮這樣子 啊 對 我要跟你們講這個 這個是Iron Mimi的 就是我之前有在說 如果你用比較染唇的唇膏 或者是染唇露 就是 那種比較持久會染唇的唇彩 要用什麼東西卸的話 我其實都是用Iron Mimi出的這個 Iron Mimi應該也算好買啊 這個開箱的品牌 對 我都是 其實我都是用他們家出的這個 唇彩橡皮擦 它好像就叫做唇彩橡皮擦 對 我都是用他們家的這一罐 摘卸唇彩 就是你稍微 把它擠在那個 化妝棉上面 再來再敷一下 敷一陣子之後 再把它擦掉 基本上就可以卸得很乾淨 就是特別針對那種 眼唇卸妝液卸不掉的唇彩 我就會用這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 眼影盤 眼影盤的話呢 這個好像 這個也是 對也是一樣 對我好像在做一千塊錢 還是兩千塊錢系列的時候 很容易買到我覺得很棒的東西 可能因為 有金錢 有金額限制的關係 所以我會挑東西就會比較謹慎 所以我還蠻常 做這個系列的時候買到我覺得很好用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William Weil的這一個 實色眼影盤 然後這個色號是 裸色星沙 嗯 它好用的地方在於呢 它上面這一個 我那時候其實也有 也有示範給你們看過 好像示範了 我分散它兩集示範了三個眼妝 然後我那時候呢 就是它的這個顏色啊 它顏色其實有一點點重 但是如果你下手夠輕的話 就是如果你會控制力道的話 這個顏色拿來畫 就是鼻影 跟那個陰影之類的 蠻適合的 因為它不會飛 它不會非常的紅 那我那時候就是 嘗試拿它來畫鼻影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顏色就是 還蠻剛好 只是 如果你不小心下手太重 真的會有一點黑 會變爐花喔 所以你用這個的時候 盡量拿 鬆散一點 就是不要太密 鬆散一點的刷子 然後 沾群的量要很少 然後很有耐心的慢慢暈 對 出來的效果都會不錯 就是它這個顏色 是可以當修容的 然後眼皮打底也行啦 然後下面這個顏色 拿來畫眉毛 效果也還不錯 但是衛電話有這一盤 它整體的顯色力都還蠻強的 所以呢 如果你平常是習慣化淡妝的人啊 我覺得這盤真的是要就是 比較有一點點化妝經驗的人 才有辦法駕馭得很好 因為它有些顏色 大部分都顯色力非常的高 然後像 我現在沾的這個顏色啊 它也是那種 我常常在說就是 它是有點玫瑰金的顏色 像這種顏色啊 也是 就是日常單用很好看的顏色 那我特別喜歡它的這個 酒紅色我覺得畫起來很美 它就是 你看這顯色力超厲害 我才隨便摸 我真的是隨便摸 你看它這顯色力超厲害的 對 它的這個 這盤眼影盤啊 真的是很好用 我畫起來效果很好 如果你是習慣那種 就是 眼狀的層次感一定要很 就是偶爾你會想要畫一些 層次感比較強的眼狀的話 這盤都做得到 然後它的這個黑色啊 真的是超黑 我那一次就是直接拿它的這個黑色 當眼線來畫 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不過你真的要說彩妝新手的話 我覺得它的 駕馭難度可能會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彩妝新手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你們用這個 ASENCE的漫步風靈眼影彩盤 因為它的顏色 雖然它顯色度也是還不錯 但是因為它的顏色都不是很重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說 這盤會比較好駕馭 然後它 它們兩個是 在我感覺是差不多 這盤會比較適合日常一點 對 然後它也有這種 橙色的眼線色啊 可以畫眉毛啊 修容啊 這盤也是蠻實用 它會比較適合彩妝新手 就是你 沒有辦法駕馭顏色太濃郁的 眼妝的人 然後這一盤它就是 比較適合喜歡眼妝 只有 就是層次感更好 然後就是 你可以 畫更濃郁的那種彩妝的人使用 對 它的顯色也是真的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這樣 所以 我個人 我個人 會比較喜歡這一盤 但是如果你是彩妝新手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你這一盤這樣 好 再來還有一盤眼影 對我這次講 介紹三盤眼影 這盤眼影我也還算蠻喜歡 就是Miko 然後比較新出的這一個 算什麼海島 它這個系列好像海島紅情吧 那我個人 比較喜歡的是這一個粉色盤 因為它的 顏色都算比較大 它的黃色那一盤 呃 怎麼說 它的顏色色調都是比較接近的 然後顏色都比較淺 所以那一盤 畫出來的深邃度 沒那麼好 我就沒那麼喜歡 但是他們的粉質都差不多 所以也是比較喜歡那種色調 你也可以買 但是我個人就比較喜歡這一個 粉色盤 對 那尤其是它的這個色調啊 它的色調也是那種就是 單插很好看的顏色 其實都差不多啦 像這種顏色啊 就是 呃比方說有點 金中色 或者是香檳金 或者是玫瑰金 這種 比膚色它暗一點點 暗一點點就好的這種顏色呢 拿來單插都是很好看的 對 它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然後它的這個 比較淺色的這個珠光眼影 拿來做打亮效果也是蠻好的 然後其實它的這個啊 它這個顏色 我有試過拿來畫腮紅也是蠻漂亮 就是一個橘色系的腮紅 然後Miko的這一盤眼影的顯色力也是蠻厲害的 然後這一盤的價錢好像也不貴 就是兩百多塊這樣 然後它有蠻多顏色我覺得蠻好看的 像它這個 這兩個顏色 就是偏就是紅棕色 一個珠光一個霧面 這兩個紅棕色也都蠻美的 然後 就是它還很貼心的給你一個打底色 可以做眼周的定妝這樣子 那這個顏色我也拿來試過 就是修飾類勾 效果也很好這樣子 所以這盤眼影盤我個人其實還算蠻喜歡的 雖然說它的功能性可能不像我前面介紹的那兩盤那麼多 可是因為它的色調顏色什麼的都蠻漂亮 幾乎沒有我覺得不好就是駕馭的顏色 然後它能畫出的層次感 在以日常來說也還OK 所以我個人呢是還蠻喜歡這一盤眼影盤的 接下來就是有兩款唇膏一款護唇霜 那唇膏的話呢 露華濃的這一支015號霧面色 就是對 也是我之前兩千塊錢全年完裝的那一支唇膏 它的顏色是真的很漂亮 它是一個就是九紅色的顏色 然後這 它雖然說 看起來好像有點紅 但是你日常擦也不會讓人家覺得你很艷 或者是這個顏色很突兀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好看的九紅色 然後我特別喜歡它的一點是 就是淺淺的推開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顏色發色的感覺 跟就是後擦的感覺是 你看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它輕輕的薄擦啊 用手指頭推開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顏色 可是它後擦的時候又可以就是給你那種 就是還算蠻紅 就是很有氣勢那種顏色 所以這支唇膏的調色我真的是特別喜歡 我那次選了這個顏色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支 打天下 一支唇膏顏色打天下的話 我覺得露華濃的這一支 015號色 對 就是這個015號色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非常的萬用這樣子 非常好看 好那接下來呢 是我影片裡面雖然沒出現過 但是我個人私底下用了之後 還算蠻喜歡的 一款 唇膏 這個是雪敷蘭出的這個 它也算是護唇膏的一種 可是它是霧面的 然後顏色比較飽和這樣子 雪敷蘭的這一款唇膏呢 它 比較讓我覺得神奇的一點是 就是它是霧面的 可是 然後也飽和度也夠 可是它擦起來的滋潤感非常好 就是很少有霧面的唇膏 讓我覺得滋潤性那麼好 那當然這種唇膏就是它的 你吃東西喝東西 完之後一定要補 它的持妝效果可能沒那麼好 可是像 這種冬天 就是嘴唇會比較乾燥的時候 用這個擦 嘴巴感覺比較滋潤 我覺得對嘴唇是比較 友善的吧 所以它的這個唇膏 我手跟著快沒地方到畫了 它的這個唇膏我個人是 就是 我個人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現在擦的這個顏色它是 焦糖奶茶色 對它們 出了三個顏色 然後那三個顏色都非常非常的 日常 就是你日常擦不會很紅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泰式奶茶 就是再更橘一點這樣子 這兩個顏色我覺得日常擦也都蠻漂亮的 那真的要推薦的話 我個人是會比較 推薦這個 焦糖奶茶 我覺得它會比較 不挑膚色一點吧 好 那最後一個是 專櫃的東西 彩妝品的最後一個東西是專櫃的東西 是Dior的這個 護唇膏 欸 護唇 爽 護唇膏 這個算是我 做新密的 一定會帶的一個 一個化妝品這樣子 就是因為有些人他 可能不是那麼主張 嘴唇保養 你幫他化妝之前你就會發現他的嘴唇在乾裂 那 這個東西我就會當成他們的急救霜 就是當他們 當他們 我發現他們的嘴唇非常非常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化妝前 幫他們塗上一層這個 它是完全沒有顏色的 然後就是非常滋潤這樣子 就是先幫他們敷上一層這個 敷完之後呢 就是 等到你要化唇妝的時候 你把這個護唇 他們Dior家的這個護唇霜擦掉之後 再化那個嘴唇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滋潤飽滿 非常好看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Dior的這一款 算是什麼 護唇膏吧 嗯 我覺得它是好用的東西 好 那最後一個東西 就不是彩妝品了 是一個 就是 保溫品 對 這個是我從日本 帶回來的保溫品 然後其實我買這個也是有一點亂買 但是 其實我在日本都是呈現有一點亂買 一些是化妝品 那這個東西呢 我是因為看到它的那個紙盒子上面 就寫著極清亮 然後我就想說到底是多輕啊拿起來 晶圍貼的很超輕的耶 就是它真的 空瓶的時候真的是清到一個 當然你裝水就會有水的重量 可是它的空瓶就是清到一個很神奇的地步 如果也是習慣性會放一個保溫品 在保溫裡面 然後有溫水熱水可以喝的人的話 這個瓶子我真的超推薦的 它真的它的重量真的很輕 然後它又不是很 出一罐 但是它又夠長 所以它能裝的水的量其實不會太少 它的保溫效果其實還不錯 然後就是 重點就是它真的很輕 這個是 重量我實在是很難讓你們知道 可是它就是很輕的就對了 它輕到就是我後來又多買了兩支 就是分別送給我自己的媽媽跟我阿姨 因為它每次都會出國嘛 身上都會帶這種保溫品 我就是當禮物送給他們 他們拿到這裡都很開心 因為這個真的是 我拿過用過 重量最輕的一個保溫品 然後它的保溫效果也還不錯 就是 這個禮物算是零負品吧 然後我自己留了這一支 我也覺得它超好用的 那這就是我今天呢 跟各位介紹的 我 今年春天 現在算春天吧 就是的愛用品這樣子 好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 然後我希望我下個 下次把影片的時候眼睛就好 我就可以 正常的拍一支化妝教學影片這樣子 好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我是Amber 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鼓勵我一下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 是 沒錯 今天 忒